东京都确诊的人数出现了单日最高 总计突破了200例成为了日本的最多 而都知事紧急召开记者会 要求民众周末避免出游的活动 自身的艺人志村健也经传确诊中共肺炎 而传出目前得依靠人工呼吸器来维生并不乐观 70岁的日本搞笑艺人志村健确诊中共肺炎 震惊日本演艺圈 19号他出现发烧 呼吸困难症状被送到医院 23号确诊但感染原因不明 目前传出得靠人工呼吸器为生 情况不乐观 而在东京疫情升温 单日确诊数达到最高 累计突破200人超越北海道成为全日本最多 东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24号曾提到不排除封城 他随后召开紧急记者会 要求民众避免周末出门郊游 日本外交部也首次发出声明 要求民众停止非必要的海外旅行 安倍与巴赫通过电话协议延后冬奥一年 不过日本东洋经济分析 安倍原先计划要在2020年奥运结束后 解散众议院 这样在他2021年届满前 自民党就能先取得选举优势 他也有机会蓄展首相之位 或是交棒给党内亲信 岸田文雄 如今随着冬奥的延期 安倍时代的延续也出现变数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杰整理报导